物理学是研究物质与能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 物理学是广泛应用于工程 技术和科学研究中的一门重要学科 学习物理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然界的运作方式 还可以为未来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奠定基础 例如 根据牛顿三定律 我们可以设计出各种机械装置 如汽车 飞机和升降机等 根据热力学原理 我们可以开发出各种热能转换装置 如火力发电厂和热水器等 根据光学原理 我们可以开发出各种光学系统 如显微镜和摄像头等 根据电学和磁学原理 我们可以开发出各种电子产品和电机装置 此外 学习物理学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 物理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系统思考和科学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些能力将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学习和职业生涯中的发展 学习物理学也可以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 物理学研究中需要使用数学模型和方程来描述物理现象 学习物理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原理并提高数学能力 在学习物理学的过程中 学生还可以培养实验技能 物理学研究中经常需要进行实验来验证理问假设 学习物理学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如何设计实验 收集数据 分析结果等技能 物理学涵盖了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 大致上分为四大力学 物点力学 电动力学 统计力学 量子力学 物点力学是指研究物体兼力学作用及其结果的科学 它是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主要关注物体运动的规律和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 物点力学是一种描述大规模物体运动的科学 它的范围包括物体的直线运动 圆周运动 摆动运动 旋转运动等 物点力学是物理学的基础 是研究物体运动及其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 目的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描述物理现象并预测未来结果 为工程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等学科提供了基础理论 电动力学是指研究电动力作用及其结果的科学 它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关注电荷在电场中运动和电场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电动力学建立在电学和力学之上 利用电学知识研究物体在电场中的运动 电动力学可以解释电磁波的传播 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工作原理 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变化 电磁线圈和电磁感应等现象 统计力学是一门研究系统中微观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统计学理论 统计力学通过概率论和统计学的方法 研究微观粒子的分布 运动和相互作用的规律 统计力学可以用来研究各种微观粒子系统 如原子 分子 纳米基 粒子等 统计力学可以用来研究热力学 磁力学 量子力学等领域 统计力学中最重要的是热力学和统计热力学 热力学研究系统的热能交换和热力学状态 统计热力学则是在热力学的 基础上研究系统中粒子的统计分布 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 它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主要关注微观粒子如原子 分子 电子等在量子状态下的行为 量子力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描述微观世界的方式 不同于经典物理学的坐标和速度的描述 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包括量子态 波函数 量子力学算幅 量子力学方程等 量子力学的理论已经被成功作用于解释许多微观现象 如原子的光谱 分子的结构 电子的能带结构 化学反应等 量子力学的应用领域也非常广泛 如量子计算 量子信息 量子通信等 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并且影响住我们周围的世界 通过对物理学的研究 我们可以了解自然界如何运作 并利用这些知识来开发新技术和解决各种问题 总之 物理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学科 学习物理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然界的运作方式 培养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 提高数学能力和实验技能 在学习物理学的过程中 学生还可以培养实验技能 物理学研究中经常需要进行实验来验证理问假设 学习物理学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如何设计实验 熟悉数据 分析结果等技能 总之 物理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学科 学习物理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然界的运作方式 培养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 提高数学能力和实验技能